与其说梅西获得了劳伦斯奖是个人实力的印证 倒不如说是进一步证实了足球才是第一运动 在篮球界库里无疑是梅西的翻版 身高一米八八的他是NBA巨人王国中的矮分 但他凭借着独特的投篮天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当全世界都不看好勇士时 低调内敛的库里却带领团队创造了奇迹 如同世界杯中的梅西一般 和梅西一样库里在篮球界已经没有什么个人奖项是他没有拿到的 但很可惜在影响力方面NBA的影响力和世界杯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 所以在劳伦斯奖的争夺中库里只能是梅西的陪跑 对于网球界来讲拥有22座大满贯冠军的纳达尔早已成为这项运动的标志 仅用一个杆子就可以跳半栋楼那么高的杜普斯兰特 无意将撑杆跳这项运动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今年他又将人类的极限提升至6.22米 作为上一届劳伦斯奖的获得者 维斯塔潘同时也是汽车界的神 他曾提前自战拿下F1年度车手总冠军 今年的他有望再次加冕 可以说以上的几位都拥有可以让投身的运动破圈的能力 今年的劳伦斯奖其实是不同领域的梅西在争夺 但与足球相比赛车网球撑杆跳 缺少了运动员协作能力的考验 相比个人能力的登峰造极 领袖能力的提升更为艰难 所以最后捧起劳伦斯奖的 只能是索风球节的梅西